那上礼拜我们看过极限的 然后也看了极限的性质 有加法特性、乘法特性、除法特性 那通常要注意的是除法的时候 分母不能为零 那连续的定义 因为有了极限 你才有办法定义什么叫连续这件事情 那有了连续之后呢 你才能定义什么叫做导数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章的内容是这样安排的 那有了导数之后呢 我们导数其实是个缩写 这个缩写就是Limit ΔS7近0ΔS分之ΔY ΔS分之Fs加ΔS-Fs 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让各位计算导数的时候 请各位回到定义的那个做法 那什么叫做可导呢 就是它的导数存在 而且左导数跟右导数是一样的 这样子才称为可导 那可导的条件 那有一些当然就会有很多反例 那这些反例 我们上次都有详细的说明 那比如说以这个绝对止函数而言 大部分都是可导的 只有这一点原点是不可导的 因为它两边的斜率不一致 那另外有一些函数是特别奇怪的 像病态函数 那这种是处处都连续 处处都不可导 那上礼拜我们最后是看到这里 微分 微分法则 那微分法则有很多 你会需要记忆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考试忘记了 你可以问我 我写在黑板上给你 那比如说如果一个函数是常数 fx等于c 那它的微分呢 就是0 因为它是常数 斜率是0 那如果呢 抱歉 声音好像有点小 那如果呢 我们一个函数是x等次方 那它的微分呢 是nsn-1次方 这里我们只看到公式 问题是为什么 你有办法证明吗 有没有人会证明这一题 怎么证明回到定义去证明 ok 所以如果我出s平方 各位应该已经会证明了 因为我们刚刚那一题 用delta去算微分的 从回到定义的那一题 各位已经有人证明了 但是呢 通用的通式 s等次方 你会不会证明 这个稍微就会难一点点 那自然指数 1的s次方 它的微分是1的s次方 也就是它自己 这个就会更难证一点 因为1到底是什么 那这里我们后面会看到 那指数a的s次方 它的微分是a的s次方ln 那这个呢 如果前面的1的s次方 证明了 后面的反而这个会容易 那自然对数lns的微分是s-1 那这个 这个如果你前面的1的s次方 会证明了 这个也就不会很难 那另外sine的微分是cos cos的微分是fu 这个又怎么证明 这个就比较麻烦 这个最好是从太雷展开式 或之类的去看 那后面这些比较复杂的 暂时我们上礼拜都看过 我们就直接先往后面看证明 那微分也有一些特性 像代数特性 dx分之dcfs 就会变成c乘于dx分之dfs 那如果写成这种科系写法的话 那就cfs'就等于c乘于f'x 那这种代数特性 在你计算一些比较复杂的 有加法有乘法的 式子的微分的时候 它会很有用 比如说f和g相加的微分 那就是各自微分相加 加法通常比较简单 因为加法 就是它整个形式几乎没有变 ok 那所以如果在f前面再乘一个a g前面再乘一个b a和b都是常数的话 那其实就很简单 那就是一样都把它提出来 都可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乘法就比较复杂了 fg两个函数的乘积 它的微分会是f'g加fg' 这也是可以证明 我们后面会看到 那除法就会更复杂了 除法会是gs分之fs 那它的微分会是g平方分之gf' 减掉fg' 那指数规则 ds分之dfn四方s 那它会是 用这种写法的话 会是nfn-1四方f' 那练锁规则很有用 这个东西 如果你把它ds分之df of g of s 那什么叫f of g of s 比如说g of s如果是2x 那f of gs就是f of 2x 那如果fx是x的平方 那这样f of 2x 就会变成4x平方 ok 所以这种练锁规则 是在探讨组合函数 就是把一个函数的值 带到另外一个函数里面当x 这种组合函数 那它的微分也有个公式 叫练锁规则 就是用这种方式 反而会比较容易看 用这个不好看 就是dg分之df 乘以ds分之dg 那用这种方式 莱布尼茨的符号 在这里反而会比较好用 一般我们都会用这种 科系的符号比较容易 但是莱布尼茨的符号 在这边比较好用 好 那我们如果要计算微分 像我们要计算s平方的微分 那这个在 好 我们一开学就有出了一题 对不对 就是刚刚有讲解 那这一题 如果要算f'e的话 那并不难 我们回到定义 Δf分之f s加Δs 因为现在s是1 所以直接带进去 然后减掉f1 那1加Δs平方 减1 那就是1加Δs平方 你把它整个展开 那整个展开的结果 我这里跳了一步 就是应该是1加上2Δs 加Δs平方-1 接下来你就只剩下2Δs加Δs平方 除以Δs 那这个上下消掉之后就剩2加Δs 那因为Δs去近0 所以呢就变成2 OK 那这里是微分的一些简单範例 那如果你要算s平方 在任何一点的导数 也就是微分式 那我们就要把s带进去 那结果你会得到像这样子 然后这个展开 展开之后相减 那就会发现 这个展开之后相减之后 s平方会不见 那剩下的是2Δs加上Δs平方 但是又除了一个Δs 所以呢就只剩2Δs加Δs 那因为Δs屈近0 所以最后结果是2Δs 那这种是特殊式 那就是说我已经算式都固定下来 里面没有什么太多变数 那有变数的就比较难证明 像这个f' of sn次方 怎么证明它是nsn-1次方呢 如果f' of s是s的n次方 那其实应该这样写 我这样写好像不太对 应该说f's等于s的n次方 那请问f' of s是多少 我这里这样写好像怪怪的 就是fs如果是sn次方 那请问f' of s是多少 那这种要怎么证明 就是fs是s的n次方 请证明f' of s是nsn-1次方 应该是这样写才对 那我们的证明方式 一样会回到定义 dx分之dxn次方 那就是limitdl-s趋近于0 对不对 回到定义dl-s分之 s加dl-s的n次方 这就是fs加dl-s 减掉s的n次方 这是fs 那因为呢 那因为呢 这个式子n次方的式子 可以拆成这种写法 拆成这种写法 sn次方加上cn取1 sn-1次方dl-s 加上cn取2 sn-2次方dl-s平方 然后呢 一直加到最后cn取n dl-sn次方 最后再减掉 这一个向sn次方 那结果呢 这个sn次方 跟这个sn次方消掉 所以就只剩下这边 n-1次方dl-s 加上cn取2 sn-2次方dl-s平方 一直加 那后面这个 因为dl-s的次向越来越高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小 那我们把这个上下的dl-s 消掉一个 消掉一个 那就剩下nxn-1次方 加上limitdl-s趋近于0 dl-s乘以后面这个 但是dl-s既然趋近于0了 那后面这个 不管它有多大 只要它跟dl-s无关 那整个式子就会变成0 那所以最后就变成nxn-1次方 所以就回到定义 一路推论 证明完毕 OK 好 所以这个写法不太好 我这样写其实是不太好 那我会再修改一下 好 那这种证明方法各位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我们想证明这种常数乘法的微分公式 CFS的微分公式证明 那CFS它的微分公式是Cf's 就等于Cf's 那这个要怎么证明呢 一样 请你回到定义 limit的那个定义 好 CFS'就是抵s分之抵CFS 那写成定义 因为以极限式而言提出来不影响 所以把C再提出来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东西不就是f's 这个东西就是f's 也就是ds分之抵FS 所以就是cds分之抵FS 或写成cf's 所以证明完毕 OK 那如果你今天要证明f乘g的微分式 这个就会稍微复杂一点 f乘g的微分式怎么证明 好 一样回到定义 我要算ds分之抵FSGS 那同样的我们要算的就是ds分之 就是回到定义limitΔs qg0Δs分之fs加Δs 乘以gs加Δs 然后减掉fsGS 好 那这时候呢 就会有一点不好办 因为这两个我没有办法跟Δs 做对销的动作 所以我们引入了一个 中介项 来达到我们想做成这一种形式的目的 这个中介项就是 我把f fs加Δs 乘以gs的这一项引进来 那减了一项这个我就再加一项 那减了一项这个我就再加一项 ok 剪一项这个 我觉得这里 这里 ok 先造成这样的形式 好 这两个是原本的 这中间是加上去的 ok 中间加上去的fs加Δs 这个fs加Δs 有没有 gs 两个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减一个a再加一个a 是不是不变 我减3再加3是不变的 ok 那所以呢 我把这两项给 前面的这两项 给拆出来独立 后面的这两项给拆出来独立 你就会看到它变成fs加Δs 因为它都有fs加Δs 所以Δs分之 gs加Δs-fs 那这样子的形式就 就符合我们想要的 因为我们想要造成类似这种情况 好 所以呢 好 这里是fs加Δs乘以这一个 加上gs乘以这个 那你 你 先 这边可以把fs加Δs呢 提出来 然后 分别 两个limit 两个limit 这个在limit的 limit的这个特性 我们在之前有一个表 limit的特性的时候 把limit拆开 并没有影响 OK 相乘的时候把limit拆开 不会有影响 相除的时候要注意分母 是不是零 这就是前面那些规则的意义 好 那当你把它拆开之后 把limit 沉进去 limit直接放进去 因为就是按照先前的limit的极限时 各位需要休息可以直接休息 但是我把先前的limit找出来给各位看 避免各位忘记 这里 極限的性质 乘法性特性 是不是 limitS G0C的时候 fs 等于limitS G0C fs 乘以limitS G0C gs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用的那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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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刚刚所用的 在这里用到了 有没有 limit 这个就是fs gs 那两个 乘进去 OK 是可以的 因为有这个规则 那有这个规则 另外这边也是一样 但是这里其实我这边少了一个limit 这个limit也要加进去 这个limit 对 因为这个不用limit 因为它跟deltaS无关 所以直接猜出来也OK 好 那就变成 最后就变成说 OK 这一个deltaS 趋近于0 fs 因为deltaS 趋近于0 所以这个东西会趋近于fs 所以就变成fs了 那这边呢 其实是g's g's 那这边gs ok 这边变f's 所以变fsg's g'sf's 所以就fs 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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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证明完毕 好 这种组合式 相乘的 相乘的式子 微分 变成这个样子 你可以透过limit的定义方式 直接用最基础的推论 推论出来 好 那数学到这个程度 对数学家来讲 就够严谨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今天讲的东西 其实有点多 考试的部分 这一张 应该会占其中考的一半 所以请各位小心